月潭天后肖亚轩 近日迎来了44岁生日 同时宣布加摩华纳音乐的喜讯 她在记者会上透露将在明年推出 更加前卫特别的新专辑 并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 引发了粉丝们的期待 此外肖亚轩也提及了最近的身体状况 她透露在去年集讯的时候 因练舞导致髋关节骨折 起初她以为只是扭伤 休息了两天就准备继续练舞 随后因为剧烈疼痛 便决定在休息一段时间 结果从巴黎返回台湾的时候才发现 双腿的髋关节严重受损 加上之前就因左腿不舒服 时常用右腿来支撑身体的重量 导致形成了很大比例的断裂 肖亚轩在两个月的时间内 进行了时长12个小时的大小手术 索性目前已经恢复了行走能力 正在努力复健和修养 还笑称自己的右腿做了钢钉手术 左腿是人工骨僵 感觉就像是维修过的变形金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